AV-1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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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手上的這一款呢就是 今年全新改款的 飛行員計時馬表 今年IWC 推出了 藍色跟綠色兩個版本 其中我手上的藍色的版本 它的面盤色 過去是運用在 像是小王子之類的 新訂版本上面非常特別 而且它整體看起來 其實它跟SpeedFile 有點像 因為今年飛行員計時馬表 改款重點之一 它就是借用了之前 SpeedFile改款的基礎 把這個表殼做一個縮小 從原本的43mm 變成了41mm 另一方面你可以從 面盤的配置上 你會發現它的配置更緊緻 視覺上更緊緻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戴在手上 服貼度也變得更好 除了尺寸縮小之外 它另外就是在 這個厚底蓋的部分 過去它採用的都是實心蓋 今年則改成了這個 厚明厚底蓋 另外就是在防水機能上 它從原本的60mm 升級成100mm 你可能另外也發現 就是在這個橫動秒針盤 跟它的12小時計時的這個盤面 它已經有做了對調 那沒錯 因為今年這個新款的 飛行員計時馬表它的機芯 已經從先前的7750 為基礎的79320機芯 升級成為69385自製機芯 那麼IWC 它是從2016年開始 它針對旗下所有的這個系列 它開始陸陸續續 升級成他們自製的這個 69000型自動計時機芯 那飛行員系列呢 它大概是從2019年 從speedfire 開始來換裝的 那這一款 飛行員計時馬表呢 它搭載的是69385機芯 它具備有46小時的動力儲存 然後它是雞爪式的雙向上鏈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這個 導注輪系統 它是作為這個 計時功能的一個控制核心 那除了我們剛剛有提到的這些 機能上的升級之外呢 我覺得對於一般的使用者 它在日常佩戴的這個體驗來說呢 它更直接有感的這個升級呢 應該就是它今年搭載了這個 快拆錶帶系統 那IWC 它在今年呢 它推出了他們自己的 快拆錶帶系統 叫 Quick Change System 那它不但非常的穩固 而且它操作起來非常的簡單方便 那你可以從原本這樣子 就是金屬鏈帶這個風格呢 它可以很快速的去變換成這個 適合搭配症狀的這個皮革錶帶 那或者是這個更有運動感的這個橡膠帶 那去搭配你不同的這個穿搭風格 那也對應到就是現在的生活型態裡面 它需要在不同的場合裡面去變換角色 那它都會是一個非常可靠的一個後援 有空間不太嘱拉 感覺就是一個很難的 有空間不太的